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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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董君士带你轻松聊君士 大家好我是宋玉宁 其實除了美智的單兵反裝甲武器 歐洲同樣也有研發 符合本身任務需求的 反裝甲武器 好比我們將為大家介紹這款 由法國研發的複蛇飛彈 它不僅具有反裝甲作戰的能力 必要時也可用於低空的防空作戰 是一款性能優異的短程反裝甲武器 複蛇飛彈是一款可由人員C型 操作簡單的反裝甲飛彈 回顧它的發展 在1970年代 法國國防部為了汰換當時陸軍所使用的 Miavo導引的LRAC F1型 89公里反裝甲火箭筒 期望研發更具成本效益的新型反裝甲武器 後來法國MBDA公司 就在1980年代後期 研發成功了ACCP 也就是短程反戰車武器系統 並且獲得法軍採用 命名為複蛇飛彈 複蛇飛彈是屬於短程的反裝甲飛彈 它的射程是在50-600公尺 採用半自動指揮道瞄準線的導引方式 也就是射手要利用光學瞄準裝置持續的追蹤目標 射控裝置就會透過跟飛彈連結的金屬線 來控制飛行方向 平時廚房在發射管內的飛彈重13kg 由前到後分為串列配置的兩具戰防高爆彈頭 小型的固態燃料火箭馬達 噴嘴還有最後面的摺疊式尾翼 飛彈的彈頭能夠貫穿 裝在反應裝甲後面的900公里厚度的鋼板 也可用於對付強化的防禦攻勢 能夠穿透2.5公尺厚的混凝土 此外在某些狀況下 甚至還可以拿來攻擊慢速的低控目標 複蛇飛彈主要是搭配 可以重複使用的一個輕型的三腳架發射器 以便能夠穩定的發射飛彈 但是也能由單兵直接扛在艦上 迅速的發射 那發射器加上飛彈發射管 總重小於20公斤 所以整體的外型很緊緻 也較為輕巧 具備了高度的機動性 另外複蛇飛彈也搭配了所謂的軟發射的設計 也就是可以在封閉的空間內發射 因此可以因應各種的作戰環境 尤其更適合城鎮作戰 作為步兵牌、快速反應部隊 或者是特戰單位的直接火力支援武器 目前除了法國之外 巴西、土耳其、馬來西亞等國 也都採用了複蛇飛彈 我們常見的飛彈發射是所謂的硬發射 也就是飛彈在發射的時候 直接就啟動火箭馬達 接著將飛彈推離發射架 或者是發射箱 這種方式會在發射器的後方 一定範圍產生高熱的火焰跟暴震 像國軍現役的脫式反裝甲飛彈 就是採用硬發射方式 至於標槍 或者是我們這次介紹的複蛇反裝甲飛彈 採用的軟發射方式 則是利用一具燃料燃燒時間比較短 在飛彈還沒有飛出發射管 就關閉的小型火箭馬達 先把飛彈從發射管內彈射推出 飛彈在到達射手的安全距離外 才會啟動火箭馬達 繼續飛向目標攻擊 因此能夠因應狹窄環境的一個發射需求 也不會影響民兵的安全 好的 以上是這一集節目全部內容 下一集我們將一起聊聊 以色列廣受好評的反裝甲飛彈 SPIKE 長丁飛彈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軍事知識 請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我是聰明寧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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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